大家好 这里是浩梅说中东 相信大家都看过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一千离一夜》 讲述了许多充满奇幻和浪漫的故事 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 一个许多读者心中的梦幻之地 阿曼 阿曼 阿拉伯云中的明镜之地 或许正因如此 这个《一千离一夜》里的国度 在阿拉伯半岛 过着低调且相对安稳和时速的生活 当大量中国游客 拥向阿联酋体验迪拜的奢华 同为海外国家的阿曼 却依旧保持着传统和明镜 这里拥有3615公里的海岸线 1500多座古堡 也是唯一拥有海滩 高山 沙漠 戈壁 绿洲 世界文化遗产与一生的美丽国度 美丽的自然风光 大连人文历史遗迹 被融为沙漠离的珍珠 如果你在阿联酋旅游 不妨把阿曼也加进你的行程中 看了很多的大城市的车水马龙 体验了迪拜 惊险刺激的各类项目 阿曼绝对能置疑你的旅途的劳累 好 明说中咯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